我初次MV 就是HonorMV 粉丝花重金 每个人都很满意 除了我 蒋舒婷 我的头呢 你的头呢 我粉丝花的钱 我没找头吗 我没找头吗 她是居建一的同门师妹 号称和粉丝互骂感情更好 她就是SH48武器生蒋舒婷 蒋舒婷是中国内地女歌手 13岁她就怀揣梦想 进入女子偶像团体SH48 参加上海第五期公演正式出道 虽然团队里年纪最小的 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当其他成员荒废学业时 只有她在宿舍里被英语单词 蒋舒婷也经常和粉丝分享 有趣的校园生活 在学校和老师同学们的相丑模式 尝试自己不穿校服 大家有什么反应 本因为老师会骂她 没想到老师说 这衣服是品牌赞众吗 这件事还被她讲成了段子 变成快乐传递给了粉丝 她知道自己长相不是最出众的 就在其他方面弥补 成为团里MC的中流砥柱 是粉丝们的欢乐源泉 别人进的是偶像团体 她却像是进了兴趣班 一直在公司待了七年还未出圈 和粉丝以互骂的模式相处 粉丝睡过头错过了和她语音连迈 直接在直播间点名控诉 这位粉丝不珍惜机会 依次录制MV时 结果画面中 只有她一个人的头被绿幕扣掉 给她原本不多的镜头雪上加霜 她竟凭借了上头RAP出拳 确实公司做事也太草率了 可没想到 蒋舒婷还是遇到了更不靠谱的事情 2022年1月7日 19岁女星在舞台上 险些浴火焚身 至今冷血公司未做任何回应 CH48的Tim Hill成员蒋舒婷 自爆舞台彩排时突发意外 她当时正和团友好近一聊天 突然觉得背后很痛 还闻到了一股烧焦味 团友回头看到她衣服着火 立马惊恐跳了起来 还好她拖得快 火已经有点烧到头发了 如果火蔓延到她全身 后果不堪设想 演出服被烧了一个很大的洞 背部有稍微烫伤 已经涂了药膏 蒋舒婷的第一反应竟是 担心自己的演出服问题 怕没有办法彩排演出 对于烫伤 一句皮厚亲眼带果 小小年纪 敬意精神值得嘉奖 事后还拿着烧伤的衣服 对着大洞露出惊恐的表情 拍起照片来安慰自己的粉丝 不要为她担心 结果这件事还冲上了热搜 自己的idol以这样的方式 被大家发现 有些粉丝竟不知是该开心 还是难过 大家也质疑舞台的消防安全等问题 做得很不到位 衣服被镭射灯照到起火 反应慢一点或者照到脸 岂不是要毁容 更让人气愤的是 工作人员对蒋舒婷的伤口 冷不上药后 并未允许她休息 坚持完成了舞台所有的演出 公司之间没有向粉丝 做出任何解释 也没有发布一条道歉的文字 未免显得太铁石心肠 难道这是把它们当作赚钱工具吗 国内外舞台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危机生命安全的也并不在少数 她是让张艺谋愧疚一生的女人 因奥运会彩排失误 音乐舞蹈家刘炎 从三米的高台衰落 造成高位双腿截肢 再也抬不起一条腿 2008年7月27日 刘炎是北京奥运会上唯一的毒物 丝绸之路的A爵 为了凸显她的毒物 需要在一张被抬起三米高的保纸上表演 再由台车送她下台 这就需要她和车台密切配合 当她完成了表演后 准备从保纸上离开时 台车却提早一秒钟离开了舞台 刘炎只有一只脚在车上 接下来的一瞬间 她重重地摔下舞台 也预示着她的舞蹈事业也跌入谷底 时隔13年 邀请她参加北京奥运会演出的张艺谋 每当提起这件事都会流露出愧疚之情 舞台意外事故 让一个舞蹈家失去了双腿 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很多明星在舞台上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意外 2021年张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因为升降机发生故障骤降 导致她重摔骨裂 站起来后右手上都是鲜血 休养了三个月才慢慢康复 2020年黄龄演唱时想与观众深入互动 却不慎跌入舞台裂缝 2002年 陈一新在台北演唱会上意外坠台 下半身受伤 1993年一代歌王皇家居 在游戏互动环节 被一位日本主持人拉扯三米高台 头部重重摔在地上 让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位艺术天才 还有国外西班牙女歌手 Jonah Cincy 也曾因舞台意外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明星这个职业 看着光鲜亮丽 背后就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让人艳羡的聚光灯下 真的会咬人命 希望每个行业都能做好保护措施 每个人都保护好自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点个关注吧